13号上午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 就214恶性撞传事件后续如何发展 回答记者提问 陈宾华指出 事发至今 家属连一句道歉都等不到 连一个真相也得不到 台湾方面才是真正的三无 无情 无义 无理 民进党当局只有正式问题 端正态度 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 214恶性撞传事件的善后协商 才能重启 2024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 当选人肖美琴 被曝本周以私人旅行名义 前往美国 形成隐秘 却引起广泛关注 肖美琴此行到底有何目的 怎么看待美西方政府和媒体 近期同步炒作 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一系列动作 两岸时事评论员朱松岭 赖月谦带来全面分析 据多家美国媒体测算及报道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 以基本锁定各自党派的总统获选人提名 二人政策辱张差异明显 预计将展开一场激烈复赛 拜登与特朗普各自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时事评论员许钦夺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元 首先来关注 3月12号 两岸各界人士在各地举行简短而庄严的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9周年 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12日上午 首都各界人士汇聚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 举行简短而庄严的仪式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9周年 参加仪式的各界人士 在孙中山先生塑像前 肃立默哀并三鞠躬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 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力怀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 北京市副市长司马虹代表北京市政府 民革中央副主席 民革北京市委会主委王虹 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 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 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士 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仪式 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 在孙中山先生同向前肃立并三鞠躬 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 政协 统战部 民革 向孙中山先生同向敬献花篮 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怀念之情 在台湾岛内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12号率领副主席 以及党务一级主管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向孙中山先生的同向献花致敬 3月6号 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委员时强调 民革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 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积极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有舆论认为 这说明大陆对台大政方针 不会因为岛内选举结果而改变 但反独促统促容力度会加强 对此在13号的国大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陈兵华做出说明 中央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 一贯的 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贯彻 新时代 胆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翻略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团结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共同创造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对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设台内容 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该部分集中阐述了当前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 原则立场和目标任务 对做好今年对台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国家强大 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 更是不可阻挡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 遏制外部势力干涉 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 广泛团结台湾同胞 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看清时和事 认清利和汉 把握历史大事 坚守民族大益 以大陆同胞共创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共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荣耀 另外陈兵华也就台商台胞 未来在大陆的发展机遇 回答了记者提问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目标 也提及了在未来产业 数字经济 乡村振兴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重点 那请问发言人您认为 广大的台商台胞 在哪些方面可以抓住机遇呢 谢谢 两岸产业优势互补 台企在先进制造 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领域都具有技术优势 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方面基础扎实 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 经验丰富 因顺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遣抓新制生长力的发展机遇 积极布局未来产业 参与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 共享大陆乡村振兴政策红利 积极涂升 两岸融合发展 陈兵华表示 大陆将继续推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 有关举措 完善汇集台湾同胞扶植的政策措施 持续落实同等待遇 提升服务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 为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发展 提供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帮助大家在大陆开拓事业新天地 针对214恶性壮传事件 大陆人员已经于3月5号离开金门返回 后续如何发展受到广泛关注 就相关话题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回答了记者提问 遇难者家属和相关人员 为什么离开金门 他们当天已经做了完整的说明 相信大家也都已经了解 人命关天 明明是台湾方面 粗暴对待大陆渔民 导致渔床翻腑 人员死伤 但事发至今 家属连预计道歉都等不到 连一个真相也得不到 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 来拖延问题解决 以所谓执法来推诿卸者 他们才是真正的三无 无情 无义 无礼 民进党当局只有正式问题 端正态度 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 214恶性撞传事件的上后协商 才能重启 企图拖延时日 门混过关 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214恶性撞传事件发生后 民进党当局不仅不道歉 还借机战队美国所谓台海国际水域说 附和美方声称所谓大陆单方面宣布对台湾和台海的主张 是将台湾海峡变成内海 企图关联所谓台海航行自由 全球贸易运输等问题 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台海局势 将台湾海峡所谓国际化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强调 民进党当局配合外部势力炒作 真可谓卖台无底线 害台无上限 根据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 台湾海峡可以划分为中国内水 领海 专属区 皮联区和专属经济区 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 事实上 国际海洋法也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民进党当局为了以外谋独 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魅语事实 迎合美方的歪理邪说 配合外部势力炒作 真可谓卖台无底下 害台无上限 据悉台湾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 近日在台立法机构表示 不应该对所谓越界的大陆渔船 采取武力措施 因为对岸也是中国人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同胞 当然都是谈谈正正的中国人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 充斥对抗思维 无视两岸渔民在台湾海峡 传统渔区作业的历史事实 持续以粗暴危险的方式 对待大陆渔民的作法 违背民意 性质恶劣 也是214恶性撞传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对此 我们再度予以前列反扯 前列谴责 严正要求杜绝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 据台湾媒体援引外媒报道 2024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 当选人萧美琴 本周以私人旅行名义前往美国 行程隐秘 却引起广泛关注 香港中评社评论指出 四年前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 副职领导人后参访美国 求见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 台湾当局这一次 如果再刻意追求这种所谓突破 必将自食其果付出代价 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称 萧美琴此次赴美 除了处理所谓驻美期间 留下的个人物品 她也计划与美方官员 在当地会面 美国行程结束后 她还将继续以个人身份 造访欧洲多国首都 关于萧美琴此次在美行程 除了收拾个人物品 探访亲友外的动作 台湾局各部门和民进党 普遍三间其口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也没有回应此事 她是走访她的私人行程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没有 更多的资讯 岛内媒体猜测 萧美琴此行 可能是帮忙即将上任的 赖清德与美国沟通 让美方安心 而萧美琴未来上任 将持续扮演 美国与赖清德之间的桥梁 并试图靠美国 稳住两岸关系 香港中评社报道指出 与四年前的赖清德相比 这一次萧美琴相对较低调 行前没张扬 迄今也没有公开行程 但动作很大 特别是萧美琴 不止前往美国 还要前往若干欧洲国家首都 四年前 大陆抨击赖清德 窜访美国 求见美官员和国会议员 借机搞台独和分裂国家 要求美国 不得安排美领导人 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 同赖清德 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停止向所谓台独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大陆上述的抨击和警告 同样适用在 萧美琴这次访美事件上 四年前台湾当局将赖清德访美 视为所谓台美关系突破 这一次如果再刻意追求 这种所谓突破 必将自食其果付出代价 长期以来 美国方面一再插手台湾问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 扎卡里亚日前又渲染称 作为全球最危险的地区 台湾地区变得更危险 对于扎卡里亚言论 有岛内网友表示 台湾的未来 轮不到美国媒体来说三道四 有网友说 台湾不危险 危险的是西方和媒体 总爱制造仇恨 扰乱人心 也有网友认为 威言耸听 唯恐天下不大乱 赚不了军火钱 美国是幕后黑手 除了美国媒体大肆渲染 美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地炒作 所谓台海危险情势 当地时间11号 美国白宫公布 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 其中请求编列 1亿美元预算 协助台湾地区 强化所谓贺阻力 由岛内绿美炒作称 这是首次为台湾 单独列出一个项目 是一笔历史性投资 展现了对台湾的 所谓安全承诺 对此有台湾网友 则是痛批道 贺阻什么 低估了中国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 也低估了中国人以最小代价完成统一的智慧 完全是既粗鄙又蛮横的自说自话和自以为是可笑 只要两岸不同意 这种钱会继续花 而债则是由台湾人的子孙一代代偿还 针对美台军事勾连动作不断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13号回应表示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相关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岭先生 您怎么看美西方政府和媒体 几乎同步炒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系列动作呢 美西方对于台海地区的危险程度 进行各种的炒作 背后是有其非常复杂的原因的 也有其非常险恶的用心 首先从原因上来讲 就是他们希望通过炒作台海问题 来使得台海地区达到一种所谓的恐怖平衡 来实现他们的所谓的这种战略的目的 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战略目的 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战略的炒作呢 首先是想把台湾问题从整个中国国内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国内问题国际化 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他们就可以自行的插手 第二点他们就是把政治问题经济化 不断的在炒作台湾问题非常重要 台湾岛内的半导体行业 对于全球产业链如何如何是重要 所以说如果说大陆解决了台湾问题之后 那么这样的一些产业链掌握在大陆手中 他们自己可能说了就不算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就可能会影响整个全球的台湾产业链的运转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 使得全球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目光 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到台海地区来 最后就是把相关的台湾问题 越来越军事化 其目的就是越来越炒作这个地区的危险 通过炒作这个地区的危险来表达出来 现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实力失衡 台湾本身的军力需要西方国家 予以售卖武器或者予以援助等等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危险的炒作 使得他们有了向这个地区进行武器售卖的理由 尤其是他们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尝到了很多甜头 就是通过抵押 通过各种的这些方式 向乌克兰输入一些武器之后 其实已经把乌克兰的很多土地 工厂设备等等 都钻造了自己的手中 现在他们又开始盘算台海地区 说到底他们就是在加大了 打台湾牌的力度和频度 并且希望通过炒作台湾问题的危险性 使得全球的列强 包括其他一系列的反华势力 都聚焦在这个地区 制造一种恐怖的平衡 使得他们在这个地区里边 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显而易见 美国方面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和频度 但是这对台湾而言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这样的关注与特殊 最终只会害了台湾 谢谢朱松岭先生 那我们再来请教在台北的赖岳谦先生 萧美琴此次是以私人身份前往美国 对比四年前的赖清德可以说低调了很多 那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这又反映出了美台怎样的心态呢 萧美琴这次到美国去访问 虽然是以私人的身份 而且不公开形成 而且刻意的低调 那是表面的 因为萧美琴的身份 赖清德的身份 还有在目前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两岸的关系 以及中美的关系 我们不得不严肃的去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 首先萧美琴她是主张台独的 赖清德也是 赖清德是台独的今孙 更是公然地举起台独的旗帜 所以两位都是台独的 那两位都台独 她本身我们看到 她又是一个交接小组的主要的负责人 也就是当蔡英文要交棒给赖清德的时候 是由萧美琴来接 既然有交接小组 那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 当然会产生变化 我们看到在这段的过渡期间 金门的事态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 解放军已经讲得很明白 他已经不再只是反毒触筒 是要打毒触筒 这次更对解放军下达了命令 也就是要准备好海上的军事斗争 海上的军事斗争针对的是谁 当然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是海上在南海捣乱 在两岸之间在台海捣乱的主要的海上的扰乱者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科技战也没有平息 我们看到美国的不管是白宫的安全顾问也好 国务院也好 甚至雷蒙多 您看他一战不断地在挑起这种科技的战争 好 那美国上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要缓和跟中国的局势 而他们打台独牌更是会不予一力 下面已经这次虽然低调的到美国去 但是建的却是拜登的团队 不要忘了拜登的团队他要竞选连任 我们不能排除夏美琴会不会暗中的 也接触了特朗普的团队 目前我们看到在夏美琴的行程里面 刻意的不公开 那就代表他里面有很多秘密的暗中的接触 而且对外从来不说 对于两位主张台独的人在台湾 要担任这个政府的领导人 而且有四年之久 两岸之间的局势 台海之间的局势 中美之间的关系随之变动 所以我个人认为 虽然低调出访 但是它的本质却要高度的关注 高调是民进党人一贯的做派 而萧美琴这次如此低调 释出反常必有妖 我们要持续关注 谢谢赖岳谦先生 休息一下 海峡新干线 稍后继续 干胆湿热所致 急痛 口苦 尿黄 用片赞黄 阴胆平干胶囊 妈妈我有 成品让人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细菌满虫的影响 新避浪 抗菌除满洗衣液 鲜乳纤维 根源洁净 强力去除满虫和细菌 还有三江凝珠新上市 避浪 根源洁净 抗菌除满 全新极烈极光提区刀 极光静测条 五层纳米极刀片 关键时刻 用极烈更干净 半丝半缕 横眼物力维艰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 三层下心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新海菲斯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菲斯 你正在收看的是 东南卫视 每天喝茶 不怕牙黄吗 没事 我有家结试 索白色素格力盾 高效气质 长效房子 长效美白 持久清新 家结试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 常威胁孩子健康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一菌保护高达99.9% 更有新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全家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蓝白阵营 拟推动大陆配偶 取得台湾身份证件年限 由六年改为四年 却遭到绿营提出反制提案 新党成员12号 赴台陆委会所在的联合办公大楼前 痛批民进党 利用陆配相关议题 炒作所谓抗中保台 并向中国国民党 集民代徐巧新 及台陆委会相关负责人 提交陈清书 之所以陆配和新党成员会如此愤怒 就是因为绿营明代提出的反制提案 我认为这个修法是有必要的 相信是很多人大家会认同的 民进党及民代黄杰提出 要修改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新增陆配所谓入籍台湾地区 需宣誓放弃中国公民身份 并所谓效忠台湾地区 这让陆配难以接受 我来台湾20年了 对 然后我早已经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 其实我讲真的 在台湾除了原住民以外 我们每一个人晚上数三代 我们不是都是大陆人吗 那不是应该要更和平 更友好吗 为什么要这样歧视我们 这是我觉得很不公平的地方 国民党及民代徐晓鑫也来到声援现场 代表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接下陆配和新党的陈情书 针对民进党及民代黄杰提出的反制提案 国民党及民代徐宇珍表示 这样的提案故意让两岸充满仇恨敌视歧视 国民党及民代王宏威认为 绿营就是在操作所谓一边一国的意识形态 是不是要先费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先裁撤台路委会 我们来听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的观点 赖岳谦先生 民进党对于大陆配偶的打压 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政治盘算 而台湾社会又如何看待 大陆配偶权益的伸张呢 民进党是最不遵守人权 最鄙视人权 最践踏人权的 我们看到他们对于族群的藐视跟歧视 这个是践踏人权的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跟欧洲 他们为了仇中反中 所以他们对于民进党的践踏人权 也采用双重的标准 这就是民进党当局 他们赶将扶作非为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欧洲跟美国 他们为了仇中反中 对于民进党 一个对抗中国的一个台独党 他们就很中容 很放纵了 民进党他们在这次的选举中 严格上来讲是惨胜 在立法部门里面是惨败 民进党当局他选输了 所以他要挑起台独牌 要高举台独牌 要挑起两岸之间的矛盾 因此他就对陆沛下手了 他对陆沛长期以来的不尊重 启示 攻击 侮辱 他认为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一定会引起大陆民众的强烈反弹 而一旦引起大陆民众的强烈反弹 就能够引起两岸之间的矛盾 因为当大陆民众群起而攻之的时候 民进党就会说大陆打压台湾 把自己变成台湾的代言人 他们的用意其实是这么的简单 就是操弄两岸之间的仇恨 然后再把自己成为台湾的唯一代表 其实大陆的配偶在台湾的贡献 非常的巨大 这样的情形我觉得只会引起台湾民众 强烈的反弹 而且也会让我们更对于民进党当局的 这些做法更加的不满 谢谢 也想请教谢寒斌先生 对于绿营明代提出 要为了陆沛修改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蓝营明代批评根本在操作 所谓一边一国意识形态 那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黄杰卫提出这个东西很简单 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针对所谓的陆配 你要必须要比其他的外配多两年 也就是六年的时间 这根本就是一种歧视 那民进党过去一直主张所谓的人权 那在这件问题上面 他们当然无法自圆其说 所以不如换一个方向 也就是好啊 那既然是要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求你 你要放弃中国公民的身份 宣誓效忠台湾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容许你进来 黄杰说的这个东西完全违反台湾人 因为你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所以根本来说 就没有所谓放弃中国公民的问题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黄杰要搞这个东西 就是希望国民党在野党这些人会上当 上当的时候赞成他的建议之后 就变成实质的两国论 也就是把对岸当成一个 跟台湾对等的国家来看待 这是民进党想要进行的步骤 可是我想国民党也不是傻瓜 民众党也不是笨蛋 所以他们虽然想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尝试 可是我认为根本就不可能会得逞 而且很荒唐的就是 如果真的要按照台湾自己法律的精神来看的话 照理来说应该是对大陆来的人更优待 应该要视为自己的同胞才对 现在你作为所谓的陆配 其实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歧视 所以我个人认为黄杰想要去跟人家扯什么法律 还远远的不够格 因为他自己根本什么也不懂 他只是想要做政治性的操作而已 陆配在台湾遭受歧视 已经成为久拖不绝的顾及 阻挡这个群体伸张权益的根本 在于岛内总有一些势力敌视大陆 因此百般防备打压陆配 而民进党就是这股势力中的翘楚 现在他还妄图借由反对陆配权益声张 来偷渡所谓两国论 实在是令人不耻 谢谢谢寒冰先生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谷歌近期更新台湾地区西部卫星图像 网友发现图像曝光了台军的军备部署状况 甚至包括在台中大渡山区的天宫导弹阵地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表示 虽然不会对安全造成太大威胁 但会与谷歌等单位沟通协议 把敏感处遮盖掉 谷歌近期更新台湾地区的西半部涂资 位于台中大渡山的导弹阵地也跟着曝光 把地图放大可以看到 七辆迷彩涂装的天宫三型导弹车 在阵地中升起弹箱 还有大约两到三辆导弹车停在发射区 呈现备战状态 营区内也可以看到 战术和行政车辆研判已肩负起执行任务 台防务部门曾将此处导弹基地公告为 重要军事设施管制区 我想这个直接的威胁是有限的 请Google把它马赛克给模糊掉 台军事专家分析威胁并不大 只是以防万一 后续还是会请谷歌做马赛克处理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12号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夜表示 会协调处理 通常我们会跟这些单位 不管是Google这些单位 会有区域跟他们做一个协议 有关于这种机敏处所 他会把它给遮盖掉 消息在岛内传开后 有网友表示 笑死全世界救台湾没军事秘密 还有人称 放一只扫把让对岸看见我们的决心 对于邱国正的说法 也有网友称 都已经曝光了协调啥演戏吗 1950年3月10号 元43军1280383团 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自广东挠州岛启渡 跨越370余里的惊涛海浪 突破敌人滩头阵地 于3月11号八十许 胜利登陆海南岛 为解放海南立下投攻 据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 3月11号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 在营区与助训点 同时开展多项活动 纪念渡海登岛作战 胜利74周年 在庄严的战旗前 全体官兵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 向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莫哀致敬 随后 官兵代表慷慨激扬的发言 带领大家回顾了 革命先辈们跨海骑袭 抢摊登陆 创造牧传圣敌剑的奇迹 赢得渡海先锋 荣誉称号的光辉历程 活动最后 官兵在渡海先锋精神宣传横幅上 郑重签名 大家表示 一定传承好渡海先锋精神 在强军征程上 再闯辉煌 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腰杆无力 关节不适 这人老了呀 为什么颈架腰腿 老出问题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变疏松了 试试优刃极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极牌 三栖鞍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栖 葛根 骨碎补 还有鞍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鞍糖 三栖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鞍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变密了 骨骼更有劲 可以试试吗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块九 整整六十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极 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 爱老 新风上 妈 腿脚没劲 是不是骨骼变疏松了 骨骼变疏松 试试优刃极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极牌三栖鞍糖 骨碎补胶囊 有三栖 葛根 骨碎补 还有鞍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鞍糖 我们的骨骼 通过密密麻麻的血管 来获得营养 老年人容易循环不畅 三栖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鞍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变密了 骨骼更有劲 优刃极推出九块九体验活动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块九 整整六十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极 专为中老年研发 孙老为德 敬老为善 妈 你腿脚不好 多补点 和您的儿女一样 我们希望您腿脚有力 腰杆挺拔 颈尖灵活 所以优刃极 一直坚持九块九体验活动 优刃极排三栖 鞍糖 骨碎补胶囊 有三栖 葛根 骨碎补 还有鞍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您记住了 优刃极九块九 可以先体验 九块九 能吃几天呀 整整六十粒 可以吃十天 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吗 不满意 能退货 你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抗疏松 强骨骼 就用幽刃极 专为中老年研发 玉知灵药液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再来关注 新华社消息 据多家美国媒体测算及报道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以基本锁定各自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 二人政策主张差异明显 预计将展开一场激烈复赛 这将是自1956年以来 美国总统选举中 首次出现候选人重赛的情况 更是132年来 美国前任总统首次再度对决 四年前击败他的对手 美国媒体报道称 拜登在12号赢下 佐治亚洲民主党初选 现已获得至少1968张代表票 从而顺利锁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将在今年8月的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获得提名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特朗普获得了所需的 1215张代表票数 他将于今年7月 在密尔沃基举行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获得提名 3月9号 拜登与特朗普曾经现身 组织亚洲各自举行的竞选集会 隔空打嘴仗 拜登表示 他和特朗普 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美国将充满仇恨 复仇和报复 他还抨击特朗普 在移民和堕胎等问题上的立场 特朗普也不甘示弱地 在移民和边境安全问题上 猛烈炮轰拜登 批评拜登 无意阻止这场致命的移民入侵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选举 《华盛顿邮报》评论称 这预计将成为近年来历时最长 成本最高 或许也是最具分裂性的总统竞选 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 早前的数据显示 过去20年来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联邦政府权力 教育 堕胎 外贸 移民 枪支法律等 重要问题上已高度两极化 不过两大阵营的选民 也有各自的担忧 民主党一边 选民对所谓的拜登经济学 并不买账 多数美国人仍在为通胀高企 感到痛苦 共和党方面 特朗普官司缠身 共受到91项罪名指控 此外 他还在少数族裔 和移民问题上大放厥词 引发部分选民担忧 另外有美国媒体观察到 拜登政府在当地时间11号 公布了2025财年财政预算提案 这份总价值近7.3万亿美元的预算案 不太可能被政治分裂的国会通过 但为拜登在11月大选前 同特朗普进行政治辩论设置的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 这份预算案中包括未来五年 为应对中国竞争所提供的40亿美元 其中包含20亿美元 将用于成立新的国际基础建设基金 报道将此指向提供替代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方案的资金来源 此外 拜登政府提交的这份年度财政预算 还包括将近8500亿美元的国防部开支计划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预算申请将继续投资于 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加强军事力量并制衡俄罗斯和中国 与此同时 美国负责管理和资源事务的 副国务卿维尔玛放话说 美国必须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 来竞营中国 而正访问菲律宾的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也放出类似言论 宣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 遏制中国科技和保护美国民众 对于美方近来一门心思 打压中国的做法 中方此前表示 这必将害了美国自己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 徐清多先生您好 想请教您 在本次的美国大选中 拜登与特朗普的政策主张 存在着哪些明显的差异 而他们各自又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那么两者不同 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当然了 比如尤其是欧洲人所关注的 包括一些亚洲国家所关注的 可能就是比如说 美国在对乌克兰政策上的走向 那么拜登是和民主党 以及部分共和党人 是坚决地要向乌克兰提供 继续地持续地援助 以求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 特朗普他在不久前 和匈牙利总理会面的时候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外面 会后就说 特朗普就说他当总统一分钱 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以求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不同 因为这将影响着很多层面上的变化 这个局势 比如说对欧洲人意味着什么 对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那对于亚太地区又意味着什么 因为一部分共和党人就认为 欧洲战场上应该尽快结束 然后美国可以把全部的精力 放到来应对中国 那其他的议题上应该说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在这个移民问题上 因为移民问题 因为是美国人可能最有关注的问题 或者之一 在这个移民问题上 实际上现在 尤其是拜登作为现任的总统 包括共和党不满 民主党也不满 所以民主党也很担心 就是说在移民问题上 拜登是弱项 在这个选项上 那么特朗普至少是做出了一些姿态的 比如说是要建墙 动不动说一些言辞强硬的话 等等 所以说在这方面 应该说是特朗普 实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那么其他方面 无论是堕胎方面 枪支管制方面等等 这也是两党应该说 以前都是不一致的 那与此同时我们知道 其实拜登和特朗普 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 应该这么说 比如说民意调查机构 调查的数据就显示 即使在美国有70%的选民 实际上不希望拜登连任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说是年龄的原因 身体的原因 那么特朗普其实也不是说 特别的受欢迎 也面临这么一种状况 特朗普还有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官司 我们应该说他的官司缠身 那么接下来 那么高远将会怎么判决 对于特朗普 比如说1月6号的 这个沃维山骚乱 他到底这个有没有豁免权 他参与到什么程度 作为总统 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竞选 影响到这个担任下一任总统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美国也展开了讨论 特朗普如果是真的 被剥夺了选举权 甚至这个当选了 又被这个被判 有罪入狱什么的 那特朗普的支持者 我们知道这也是 就变成了不仅是个法律问题 它是个政治之间 特朗普的支持者 可能不会接受 那甚至会不会发生骚乱 进一步甚至会不会发生内战 可能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 谢谢您带来的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大家好 我是女凡奥运冠军 徐云丽 开车 乘车 骑车 坐车 保命神器 你用了没 开车或乘车出行 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骑车摩托车 电动执行车 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关键时刻 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 一窥一袋 安全常在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盖线 我们再来关注 11号 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 在阿曼湾附近拉开帷幕 这是中国 伊朗 俄罗斯三国进行的 第四次海上连演 引发一些西方舆论的炒作 与此同时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发布的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认为美国在接下来一年 将面临日益脆弱的国际秩序 也点了中伊俄三国的名 根据中国国防部12号发布的消息 此次连演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 于11号到15号 在阿曼湾附近组织实施 旨在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 连演以返海道搜救为主要内容 分为港岸对接 海上演习 总结闭幕三个阶段 有助于加强参演国家海军之间交流合作 共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 阿曼 印度和南非海军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此次演习 据了解 以安全纽带为代号的 海上系列连演始于2019年 并在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举行 演习地点均在阿曼湾 中方参演兵力均来自于 在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的军舰 尽管这是一场以反海道搜救为主题的演习 但一些西方媒体依旧将演习与当地局势 进行关联性解读 有报道称 海上演习正值该地区 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目前加沙冲突以及伊朗支持的 胡塞反政府武装分子 对红海船只的持续袭击 加剧了局势紧张 一些西方舆论认为 三方连演意在表明 中俄两国对伊朗的支持 一些美国官员此前 也曾对中伊俄三国之间 日益增长的军事关系表示关切 此外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11号发布题为 美国情报界2024年度威胁评估的报告 其中也不出意外地提到 俄中伊三国 报告宣称 在大国竞争 跨国挑战 和地区冲突加剧的背景下 美国正面临日益脆弱的世界秩序 俄罗斯 中国 伊朗等国 正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体系 报告特别炒作俄罗斯等国 试图干预美国大选 但俄方同日发表的声明反击称 美方这是贼喊捉贼 俄媒称 美国情报机构一再夸大俄中等国威胁 只是为了维护其霸权所主导的 旧有国际体系 美国才是使世界秩序变得日益脆弱的 最大挑战 对于美情报界近来多次渲染 所谓中国威胁 中方也多次驳斥指出 美方发布各种版本的报告 污蔑 抹黑 攻击中国 不过是为自己扩张军备 维持霸权 找借口 我们要继续来请教 时事评论员许清多先生 许先生 中英俄海上联合演习 为什么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 而印度等国海军派人员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演习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 摩托云上将是一种惯例了 这个中俄一三国 这是第四次在这个本地区进行军演 这个军演的本身 也不是说针对了第三方 或者说这个涉及到传统的 这个安全方面的军事演习 一方面强调的是 这个维护国际水域的安全 主要是针对我们知道海盗的 尤其是这个索马里 我们知道曾经亚丁湾索马里这一代 当时的时候前几年 曾出现了一个非常猖獗的状况 国际这个海运这些航道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多国都派出了自己的这个舰队 来进行这个护航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一个就是援救 就是救助 一旦海上发生了什么危机状况 那我们怎么去援救 怎么去协调 那么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 从这次我们可以看 邀请了一个观察员国 派他们这个相关的人员 也就是进行这个观察 尤其是印度的参与 这让这个西方啊 这个好多媒体报道 可能都不想提议这一点 因为他们想看到的就是 印度与中国也进行这个零和的竞争 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年这个媒体的报道 西方媒体的报道 也是里面充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猜测 说是最早的时候就说这是中俄 向伊朗提供这个支持的一种表现 其实到后来这种声音也淡淡淡下去 又不是提供支持 支持应对谁啊 是不是 所以大家往下观察就觉得 看能不能这个三个国家 会变成更多的国家参与啊 正式的参与是扩原的 这样一个机制性的 一个合作的模式 因为对于所有的参与者呢 应该说是都是有意无害的 另外一个观察呢 就是说能够这个形成机制以后 能够这个进行 比如说这个更有效 更有效率 带来更多的影响力 然后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能够影响到甚至发生更大的影响 提供更多的这个安全 更多的和平 本地区以及更大的地区 这个世界各国能够在一起合作 来应对在这个国际 这个水域上的这种不安全因素 这应该说是 这是一个是国际公共产品吧 谢谢许清多先生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感谢旧之力 感谢收看 再会